啃老之后啃孩!哈里·梅根,我们退,但是我家孩子要当王子公主。 英国皇室,年度大戏,持续更新,查尔斯王子确保两岁的孙子阿奇永远不会成为王子的决定,引发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的愤怒之火。 查尔斯王子正在制定计划以确保他的孙子阿奇永远不会被授予王子的头衔,这是他精简君主制计划的一部分。 皇室头衔的献行规则,是在1917年11月20日确立的。 允许王子和公主的头衔授予特定的亲属,君主的子女。 君主儿子的子女和威尔士亲王长子的长子的长子有权被称为王子或公主。 威廉王子的长子,乔治王子自动获得了这一头衔。 威廉王子的女儿,夏洛特公主和,他的第三子,路易王子则于2013年从女王那里作为礼物获得了他们的头衔。 也就是说,伊丽莎白从奶奶还坐在王座上的时候。 除非他老人家乐意,否则阿奇本身就没有得到王子头衔的资格。 但是当曾奶奶伊丽莎白传位给爷爷查尔斯之后,她就有资格得到王子头衔了。 另一方面,查尔斯没能接过女王的王位之前。 她也只能计划计划,谁知道她能登上那位置部呢? 又有谁知道她即便登位之后到底会不会受与阿奇王子头衔呢? 一切都是薛定谔的猫,不到时候,天知道。 据称,威尔士亲王,即查尔斯王子,明确表示,在她当上国王后,将不会让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现在两岁的儿子阿奇站在王室的前列,前列必须是王子公主级以上级别的。 按照这个新计划,阿奇将不能获得王子的头衔。 查尔斯王子一直计划着,在她登上王位后,缩减现有的君主制。 有人认为,正是她这一举动,造成了苏塞克斯哈里和梅根一家。 即便身在丑国,都要对隔着大洋的皇室和新成员指责连发。 作为君主的孙子,等查尔斯爷爷当上国王后,阿奇有权成为王子,但据了解。 查尔斯决西限制家庭中关键工作成员的数量。 查尔斯自知,公众不再希望为日益壮大的君主制买单。 并已向王室高成透露了她削减家族中在职成员的计划。 据《星期日邮报》,称,查尔斯已经告诉哈里和梅根,她将修改关键的法律文件。 以确保阿奇不会得到曾经能够被权力赋予的头衔。 这个决定在公布之前,是经历数月的艰难讨论之后做出的。 并在哈里和她的亲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口水战。 一位内部人士补充道,查尔斯从来没有隐瞒过,她想在成为国王后建立一个精简的君主制。 她意识到公众不想为一个庞大的君主制买单,正如她所说。 真要无限扩张下去,可能祖夜都陪进去了。 一位王室消息人士昨晚则表示,我们不会对继位仪式进行猜测,也不会对来自仇国的谣言发表评论。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接近苏塞克斯哈里梅根一家的消息人士证实。 这对夫妇原本希望查尔斯登基时阿琪能被任命为王子。 据信,在于奥普拉、温福瑞坐下来接受轰动性的采访之前。 苏塞克斯夫妇已经知道了查尔斯的这些缩减计划。 在采访中,梅根告诉奥普拉,他们说他们不想让他成为王子或公主。 你知道,另一个惯例是,有一个惯例我忘了是乔治五世还是乔治六世的惯例如果你是君主的孙子,也就是当哈里的父亲查尔斯成为国王时。 阿琪和我们的下一个孩子会自动成为王子或公主。 不管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他们无权夺走要给他们的这个称号。 可悲的是,消息人士说,自从哈里和妻子梅根在3月份的奥普拉、温福瑞和温福瑞爆炸式访谈中诋毁王室以来,双方一直没有和解。 与此同时,一本新书详细描述了两位王子之间因梅根欺负白金和公公做人员而发生了激烈争执。 作家罗伯特、莱希的《兄弟之战》、威廉、哈里和《一个家庭》的内部故事,一书揭示了威廉是如何对梅根欺负皇公助手的令人痛心的说法大发雷霆的。 据说威廉与弟弟发生了激烈而痛苦的争吵。 王室内部人士说,一份痛苦档案被编入了被指控的欺凌事件。一名助手称, 与梅根的对峙让他感到恶心。另一个说他无法停止颤抖。 第三人则指责苏克塞斯公爵夫人梅根施展情感上的残忍和操纵。有人说他们患有创伤后隐积障碍。 这本书说,威廉举说立刻大发雷霆,这些都与他和凯特对待自己员工如家庭般春风温暖式的态度不服。 可悲的是,消息人士说,自从哈里和妻子梅根在3月份的奥普拉、 温夫瑞奥普拉、温夫瑞爆炸式访谈中的毁王室以来,双方一直没有和解。 与此同时,一本新书详细描述了两位王子之间因梅根欺负白金和公共作人员而发生了激烈争执。 作家罗伯特、莱西德、兄弟之战、威廉、哈利和一个家庭的内部故事, 一书揭示了威廉是如何对梅根欺负皇宫助手的令人痛心的说法大发雷霆的。 据说威廉与弟弟发生了激烈而痛苦的争吵。 王室内部人士说,一份痛苦档案被编入了被指控的欺凌事件。 一名助手称,与梅根的对质让他感到恶心。 另一个说他无法停止颤抖。 第三人则指责苏克塞斯公爵夫人梅根施展情感上的残忍和操纵。 有人说他们患有创伤后隐积障碍。 这本书说,威廉举说立刻大发雷霆, 这些都与他和凯特对待自己员工如家庭般春风温暖式的态度不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